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會覺得說當時在廣場上那些人是很愛自己的國家的 他們不是叛亂分子 他們也不是被共產黨煽動說要去鬥垮共產黨的另一派的政治人物 他們就真的是想要為這個國家更好而上街頭 而上廣場 但是卻被國家殺死 我覺得這是非常令人難過的 我想的話我們會很積極的很勇敢的站出來 因為這個是一個對中國人來講的話 影響非常深遠的一個活動 所以我們會積極的站出來 跟北京的市民一樣 我們根本那個時候不會相信政府會殺人 因為我們那時候把政府當成我們自己的政府 我們還認為它是人民的政府 他們會保護學生 不相信那是槍 那是真的子彈 因為那個時候的人民跟政府的對立沒有那麼嚴重 現在的中國的 只要我們不會再對於政府有這麼多的虛幻的 就是認為他們不會做多麼殘忍 因為這30年來他們鎮壓了很多人 他現在感覺就是心心之火都不行 這樣子 他會就是竭力的去扼掌這些東西 扼殺這些東西 這樣子 他應該是怕就是心心之火可以療養這種感覺 這樣子 所以整個政府就變得非常的神經質 我是這樣覺得 所以你看像現在有什麼 就是天眼 那是全民公敵的東西 可以監控全部的人 甚至還有貧困 對那 回想到說台灣在1990年在這裡發生了野百合事件 然後在2014年發生太陽化 我覺得六四反而是讓台灣加速走向民主的一個轉捩點 台灣也是因為有了這些前面的鋪墊 然後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 才會有跟中國不一樣的結果 有一些歷史 然後還有一些記憶是不可以被遺忘 因為像台灣現在都在為就是轉型正義的事情 然後在努力 然後我相信就是像六四這件事情 對於中國或者是知道這件事來講也同樣很重要 如果他們一直的被消失 其實這一段歷史都不會有人訴說 那沒有人訴說他就沒有辦法再被分析 然後可以再更往前推進 所以我覺得就是不斷的 每年有不斷的很多的活動 然後一直有人來 一直有人在重複談論這段歷史 其實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當然就是每個人都可以用他自己各自的方式 然後來對這個歷史做一個詮釋 參加這個活動更重要 其實是讓這個民主化的進程再繼續往下走 而不是就是我們不停的看著過去威權的事情 那我們接下來想要走向更好的民主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樣子 所以應該需要大家有更多的想像 然後有更多權益的爭取 萬物都是從開放民主自由開始 我覺得各種議題應該是從自由開始 對 對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